呛呛三人熊 我觉得咱们也不能老是层次那么低 是吧 所以今天我选一个话题 是大学讲堂上大学教授做论文的一个题目 对吧 哪个教授呢 就是右边的这位教授 徐老师作为研究文学史的专家 他最近在大学有过这么一个讲座 他这个题目我倒觉得很有意思 说白了呢 还是很三俗 就是什么题目呢 这个于华先生有个小说叫兄弟 是 对吧 有的人看过 有的人没有看过 这也不打紧 这畅销书 对 主要是呢 即便没看过兄弟的人 对吧 也知道这个兄弟里边啊 写了就说是这个八厕所 八女厕所这些事 或者是什么 蹭电影杆子什么的 对 就是啊 写的这些事情 徐老师就对这些事情了 特别感兴趣 这两人在研究了很长时间 没错 对 在大学讲堂上做了这么一次报告 学生报告 就是叫什么来着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会议 是哈佛跟人大一起合开的 叫小说读法 王德威他们 呃 陈光伟他们策划 那个会的宗旨是很好 他就是现在很多文学评论啊 都是大大而化 很多大题目 没错 他呢就请了二十来个海内外的专家 一半海外一半国内 每个人选一部作品 嗯 细读 嗯 就这样 每个人指定 那我呢 开始呢 选了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约大夫的 他说不行 要要最新的作品 结果我就 红紫诚啊 什么都都去南凡啊 什么很多人都去 那我就讲了那个兄弟 为什么兄弟呢 因为兄弟这个事情啊 他非常奇怪 他第一 他销得很好 销量很好 那是啊 但是 这事谁都敢 但是呢 国内的评论界呢 一直对他评价不高 对 我听说是不是 他是翻译成外文 但对 比较多的 但是他翻成英文呢 销得又不错 嗯 然后成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次开会呢 他的译者也在 嗯 这个译者是一个西班牙人 现在在Duke大学教书 嗯 是是王德威的学生 他是把他翻成英文的 这个这个翻译者 那么大家就问他了 说你这个书翻 比方说你中间有些东西 怎么翻啊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人喜欢 他说美国现在描写 中国当代现实的小说啊 很少 嗯 你比方说 于华的作品很多 黄阿姨也很多 但是都是写以前的 写图改啊 写文革 一直写到今天中国人在怎么 崛起 怎么繁荣 或者怎么堕落 这样的作品 很少 而兄弟的下部呢 正写的是这种繁荣中的堕落 对 或者说堕落中的 越堕落越繁荣 写出了中国人的下部 那写出了就是西方人 他们认为这个很 很写实 而且很荒诞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 有些就批评呢 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有些呢 评论家 因为你知道 于华是一个很受评论家 喜欢的作家 他之前的作品 从现实一种 1986年到 活着 许三观 麦雪记 大家都是一路叫好的 那么最近这一部呢 其实这些作家啊 这个都是跟做评论家 有些互动 基本上 他们出新的作品 总有评论家 说他们好的 像王安逸 不管你写什么 韩少公 对不对 那像贾平蛙 是的确是一步比一步棒 秦枪 最近又来一部古炉 好难看 好多细节 很乡土啊 照样销二十几万本 是吧 就不得了 这有一批固定的 那个读者 他真是 还很难读 但于华这次不同 于华这次作品 就很两极化 我在香港第一次读 因为是《红楼梦》评奖 结果他没评上 就凭上了莫言的生死疲劳 我第一次读 觉得他非常好 我还跟聂华林 后来跟陈瑟他们 觉得他非常好 但这次为了写论文 我就细读了 细读以后呢 所谓细读就是 写啊 就是他每一章的内容 我都给他总结啊 写评语啊什么 就读下来以后呢 就有一点 就是很复杂的感受 很复杂的感受 这个作品 他的 我先讲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什么呢 因为我碰到余华 我就说你这个小说 能不能拍电影 他说真有一个人 来想拍电影 想拍电影 那个余华就跟他说 您先去问问 这个管理部门 他说省得你投资 到时候 这个很麻烦 对不对 我觉得他适合拍成电影 但是不适合国情 然后呢 那个人呢 就拿了个书 找到了管理部门的领导 说我这个要拍电影 那个 然后那个 那个 他把故事大概说了 说上卷呢 是写文革 下卷呢 是写今天 文革是大概 今天大概 那个管理部门的 一听呢 说不能不能 这个上卷就不能拍了 讲文革这个就不能拍了 那个人呢 就很耐心说 您先看看 这个写文革啊 一点都没有超过 当初邓小平 他们党内若干问题决议的 那个对文革批判的 这么一个基本精神 尺寸 所以应该说政治是很正确 您先看看 看完了 结果他就收下来看了 过了大概半个月 一个月 他又去找了 找到那位领导 说怎么样 能不能 领导说 上卷可以拍 下卷不能拍 我就知道 一定是家 一定是家 那这妙就妙在 为什么写今天的这个下卷 不能拍呢 因为下卷 简单的故事是这样 下卷他后来写得很放肆 写得很 他讲一个文革当中 很受苦的个小孩 爆发了 爆发货 富了 他怎么富的呢 他卖垃圾 垃圾分类富了 富了以后 以后呢 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因为他富了以后 他很多女人 很多女人呢 结果我随便举些细节 结果呢 有三十多岁 三十多个女的 抱了孩子来找他了 都说是大声的 三十多个 那么呢 他呢 最后在法庭上呢 就出示了一份证明 原来他当初呢 他追那个 看屁股的时候 追那个女孩子 叫林洪嘛 那个人后来 嫁给他的哥哥嘛 他追林洪的时候 不成功以后呢 他去劫杀了 哦 他呢 当初是一愤怒之下 结果他拿出那个 结扎证明在法庭上 你看 我是结扎掉的 那三十多个女的 就崩溃 对不对 那么 下面的 好事的文人 就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他就变成了一个 全国出名的人了 你们想想这些事情 我们想想看 有没有影子啊 这个社会上有没有影子 那么 出了名以后呢 过了几天呢 记者又不来找他了 他就有点寂寞了 因为有一度 很多记者找他们 这个 他又做了政协委员了 那个光头 他说 怎么回事 记者不来找我了 他们说 记者找你 不是因为你搞了多少女人 也不是因为你多少有钱 而是因为你有争议 你有事情说 记者就来啃你这个骨头 你有故事 你有故事 你现在故事完了 大家就走了 那里光头说 不行 我还要有故事 我得做一个骨头 他这个是非常讽刺的 那于下来他编个什么故事呢 他就组织了一个 全国处女大赛 小说当然是非常漫画化 说明有上千个人来 最后我们选到一百个 那么所有这些处女呢 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装的人工的 然后把十个评委 都睡得一塌糊涂 然后他自己呢 又睡到那个处女呢 其实那个处女是生过孩子的 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很漫画 有些地方是缺乏节制 就像他前面看厕所一样 我都觉得 这个男作家呀 写起性来 好像经常性的特点 就是缺乏节制是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有的人不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风格 就是这样 他整本小 上下卷的小说 本身就是漫无边际 你觉得他写到 就他收不回去 就那种漫画画道 有时候为什么 他的评论那么两极 很多人就不喜欢 他的漫画道的过了头了 就过头到一个地步 你开始很难判断 这能不能够叫做 用严肃小说的方法 来看待他 或者说 他是不是已经写到 自己都乱了 就写到一些地方 他自己写过瘾 就一下来写婚了 然后也有人说 写这些写这么多 这么细 那纯粹是一个 很商业的一个考虑 等等等等 这些负面评语 当时非常多